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量更锐减剩下百分之二十 我本来嗓子一直都很公认是好听的 我有一天就是下班 那个有一个助手他就给了一杯东西我喝 我喝完那杯东西的时候回到家大概傍晚 大概四个四个多小时五个小时 突然间因为我很清楚 那天什么都没有喝过 只喝过那杯东西 此后加上婚姻失败 他又患上厌世症 最终于2017年再次退圈 移居加拿大 据娱乐圈知情人士透露 王杰这些年他其实一直沉迷于赌博 输掉了几千万港币不算 就连在温哥华购买的房子和游艇也都赔掉了 近几年 他被拍到身体发肤严重 满头灰白发 非常憔悴沧桑 近期有媒体爆料 他和梁洛诗已经领证结婚 吓得梁洛诗方赶紧发声明澄清 于奈哥唱天王如今人人避孔不及 也是令人唏嘘了 二 杨婉怡 杨婉怡虽然是名副其实的港姐冠军 但在竞争激烈的九十年代港圈 她也只能出演各种小配角 虽然事业上男友大作为 但是杨婉怡却成功嫁入豪门 也算是有了不错的结局 没想到杨婉怡的丈夫王帅勋突然生意失败 欠了一大笔外债 只能宣布破产 杨婉怡的生活也从豪门贵妇变得非常窘迫 为了还债 杨婉怡夫妇不但卖掉了 位于香港赤树和跑马地的两套豪宅 甚至杨婉怡还把自己当姐桂冠也出售 一度引发了争议 随后杨婉怡一家移居外国 杨婉怡也全职当英语老师来挣钱 忙得都没有时间休息 看得出杨婉怡过得很充实 但是笑容中难掩疲惫 五十多岁还要挣钱还债 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了 三 叶韵怡 论起来 叶韵怡曾经就是娱乐圈的天降子微星 十三岁出道的她 由于笑起来想填心水蜜桃 迅速火遍亚洲 二十二岁已经是娱乐圈的初代孕女掌门人 倘若叶韵怡继续在娱乐圈打拼 肯定星途无限 但是她却在事业如日中天时 转身嫁给了玩具大王陈百号 豪门向来不容易生存 叶韵怡也没能例外 当丈夫新鲜赶过后 便在外面拧花惹草 婆婆也对她诸多不满意 最终婚姻生活不过五年 便潦草收场 更艰难的是 对方为了不给赡养费 各种泼脏水 虽然叶韵怡赢了官司 但叶也难以重回娱乐圈 为了抚养一二一女 迫不得已下 叶韵怡只能四处发传单 当寿楼小姐 境遇凄惨 加上发福严重 她受到了不少嘲讽 现如今 在叶韵怡的努力下 和朋友开了一家艺术工作室 虽然不用再为温饱发愁 但也算不上大富大贵 不过叶韵怡已经感觉很知足 四 韩君廷 借助中英混血儿的长相优势 韩君廷幸运成为亚界冠军 顶着最美亚界冠军的头衔 韩君廷并不缺剧拍 但是由于外形限制 她出演的大多角色都是配角 虽然混到观众眼熟 却始终难以出头 演艺事业发展平平 后来她转行去当美容顾问 一度收入也不错 但随着行业不景气 她也彻底成为无业游民 除了事业不如意 韩君廷的生活也是一团糟 七八年前 她在洗澡时 不幸在浴室内摔伤鼻梁骨 由于没有及时治疗 结果面部严重感染 她因为没钱进行修复 导致面部毁容 还被外界误传为整容失败 好像外星人 同时 她的未婚夫 母亲先后被查出患有癌症 为了给他们治病 韩君廷花光了自己的积蓄 却还是没能留住他们的生命 在两人先后离世后 韩君廷一度患上严重抑郁症 并欠下六位数负债 为了还债 韩君廷开始进行直播带货 在下了播后 韩君廷还会做搬货物 卸货等工作非常辛苦卖力 但即便工作如此努力 韩君廷还是没能还金建款 被迫宣布破产 让人倍感唏嘘 五 杨思琪 杨思琪参选港解石 凭借美貌不但轻松拿下冠军 还收获了最上镜小姐 最受欢迎家里等六个奖项 一时风光无限 随后 杨思琪成为TVB里捧新生代女明星 当家花旦也指日可待 然而 杨思琪心思并没有在事业上 反而只想恋爱 为此和高层彻底闹翻 并遭血藏 接着他又被爆插足运动员 吴帅婚姻 非婚生下女儿 还差点被吴帅偏财 形象一落千丈 前两年 杨思琪又生下儿子 但他老公至今无任何信息流露出 被网友嘲笑是虚拟人 这几年 杨思琪为了挣钱养家 来内地发展后什么工作都接 不但四处走学 甚至还曾在夜店推销过啤酒 更有粉丝透露 在直播间和杨思琪连卖 五分钟就要付费一千多元 上个月末 杨思琪不小心出了车祸 他只休息不到一周就复工 如今这么辛苦 不知道杨思琪是否后悔 自己当初的选择 6.钱小豪 对于喜欢看僵尸的影迷朋友而言 钱小豪也算是青春回忆了 早早成名的钱小豪 在24岁时就已经购买了一套 上千万的豪宅 同时养活一家八口人 或许成名太早 钱小豪也变得非常膨胀 私生活混乱 两段婚姻无疾而终 而当年超级市场发生的偷拍事件 直接让钱小豪口碑直线下滑 资源一落千丈 现如今钱小豪只能偶尔接一些网剧大电影 工作量少得可怜 同时钱小豪由于患有严重高血压 体力大不如前 身体状况很差 已经拍不动打戏 加上他胃口始终不好 每天都只吃一餐 暴受严重 看起来非常憔悴衰老 明明才六十岁 却看起来好像七八十岁 七 王祖贤 前不久就有人拍到他独自一人 在火锅店吃火锅的一张照片 被网友爆料出来 引起广泛关注 2005年 38岁的王祖贤宣布退出娱乐圈 不久后便选择移居加拿大温哥华 王祖贤早早退圈 也让无数观众遗憾不已 但对于独自在国外生活 他本人却很享受 王祖贤这些年虽说移居国外 不太有人认识他 不过也偶尔会遇到一些粉丝 曾经有网友爆料 王祖贤在国外都是做公共汽车出行 从不自己开车 而且有时候王祖贤也被爆料 常常去逛一些打折超市 在低端商场抢购服装等 生活过得低调又朴实 于是有不少网友开始担心 他在国外的生活很落魄 其实不然 王祖贤早些年在娱乐圈打拼 片酬长期保持女星前三 光是片酬收入都已过千万 除了拍戏他也接了很多广告 存款不少 再加上移居加拿大钱 王祖贤就把香港的物业卖了 手上的钱只会更多 据媒体透露 王祖贤在加拿大的豪宅至少就有四处 完全不用担心会有经济上的压力 不久前由网友偶遇潜心礼服的王祖贤 如今55岁的他精神状态还是很饱满 容貌还是一如往日的经验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 至今未婚的他独居加拿大 还是难免会感到孤独 看到这些明星的晚年生活 有不少人吐槽他们如今的生活 其实小乐觉得 低调生活 工作不分贵贱 凭本事吃饭就应该值得尊重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一起讨论